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大爷找我 我们这期专栏的配图准备得怎么样了 下班之前保证搞定我办事您放心 你办事我真不放心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那天晚上酒会你害得我差点被小汪逮着 这笔账咱们还没算呢 而且 你还欠我跟X6下一顿饭 老大你还真 真记仇呢 我说了那天是失误 失误 我是两瓶制化师的酒量 那天不知道哪个孙子给我兑了黑方 让我喝大了 老大你了解我 我是喝不了混酒的 老大你什么时候换了电脑了 我看看 哇塞 瑞蒂娜拼固态硬盘十六斤内存 运转超快 老大你什么时候开始享受生活了 我是那种华而不识的人吗 不是 绝对不是 那电脑哪来的 小汪哪来的 小汪哪来的 小汪 昨天他进来找你的时候 手里面加个东西就是电脑啊 你 你就这么收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是贪图便宜 还是无原则接受小汪的暧昧示好 小汪 不用否认 你那小蜜蜂眼一展包我就知道你想什么呢 是 这个电脑是小汪拿过来的 但是是他从社里申请的 我们社里有规定 副主编和专栏作者社里给配点的 我懒得去申请 小汪给我申请了 审得我麻烦 我何乐而不为呢 老大像您这么说 那就肯定有道理了 但是 小汪往你电脑里面倒水那事你就算了 我去监控室看过了 那天的监控硬盘出了问题 记录丢了 记录丢了 肯定是他们捣的鬼 就算是他们捣的鬼又怎么样 我们没有证据 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做了这么龌龊的事 毕竟我们的专栏还是顺利出刊了 所以与其揪着这件事情不放 跟他们撕破脸 不如 不如放他们一马 这样可以维护社里安定和谐的工作份 有进步 老大没事我就走了 回来 我之前 吩咐你的那件事呢 之前 哪天想一想 丁少少 你可真是属猪的 记吃不记打啊 不是老大 你知道我这几天 特别忙的事特别多 卫兰 我 好了 我立刻 马上 现在我就去办 你马你马你马 修不好你了还 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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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 暴力修车呀 才我问你 我们宝马的精神是什么 用心服用爱修车 这不是记得吗 你这就叫用爱修车吗 夏利宾呢 跟那儿呢 是 你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不是请假就是矿工 你现在居然在上班的时间上网 那个 没有 我就瞎看看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的员工 把我们宝马人的脸都给丢尽了 你是不是 不下婚了 没有 我那个在网上看看 这车的新修理方法啊 你修车不能像那货那样 是吧 逛逛的 咱得用爱修车吗 没事 你放心 这个方法我找着来 我去修车 用心服务用爱修车 还给了吗 傻买我 修车 喂 喂 贵公司的戒指 不是只有戴在手上才好看吗 这客户好看 戒指当然戴哪儿都好看了 那请问 有没有以旧换新啊 这个当然有 不仅可以以旧换新 而且可以伸直相钻 那服务这么高端 客户肯定不少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私人定制 客户精死以为 而且是以终身维护 原来你一直在给我装矜持啊 我还真以为你吃不过我 我今天算是明白 什么叫打开腮帮子 撩开后槽牙 你快把那小笼包都塞到你 这后脑勺了 你知道吗 我早跟你说过 我不吃香的 以前你带我不是吃香菜肉丝炒面 就香菜蛋仔面 行 下回我再看你不顺眼 我就请你吃香菜面 吓唬她 啥要吓唬她 咱俩这不是三口饭啊 什么福利膜 什么 我说徐老师 你说遇到你以后啊 倒霉事一见接一见 最好是编上电视剧 这收入率得多高啊 太狗血了 哪狗血了 你等什么没了呀 你一高高在上的富二代 一点都不知道人间疾苦 你就吃了几碗带香菜的面 你就跟受了多大罪似的 你知不知道现在在非洲 这一天有多少青少年 还在饿肚子呢 你说说 你说说你到底哪倒霉了 你倒什么霉了 不说 你别呀你说呀 你别憋着 憋坏了你这高贵娇弱的小身板 到时候你们那家族企业后继无人 我可负不了那责任 你说呀 说不说没什么 行既然你看我不顺眼 那我也不给你添堵 就是跳着不错 我从那儿跳下去让你爽爽 你别闹行不行啊 跳下去 那你跳吧 让我乐乐乐 你别拦我 我真跳 我拦你干什么 你下去以后见到龙王 打一招呼给我啊 顺便把那金箍棒给我烧上来 我最怠你这种口是心非的人了 你别拦我啊 我真跳下去了 我拦你干吗 跳啊 你这人行 我真跳 别跳 你看你 你看你这一秒都憋不住 你说实话了吧 别跳 别跳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怎么办 这水螺时候我们不会游泳 这怎么办呢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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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hain点 都出阶感 Josh 你不懂 你不懂 你 不确定 受历驼 есь 你不怕 你不 om open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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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专门负责公司的事情 后来公司越做越好 他也越来越忙 经常三间半夜才回来 还满身酒气 我是真的心疼他 我就劝他说 少喝点酒 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他抬手就打我 那个时候 含含含才两岁 就睡在我身边 我就怕 把孩子吵醒了 吓着孩子 他怎么打我 我都不出声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疼得都翻不了身 才发现他趴在床边上 帮我擦伤口呢 我想 可能是因为喝醉了吧 我就又原谅他了 没想到 从此以后 他就变本加厉 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爸爸妈妈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 我父母就不同意 说他是个穷小子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就是喜欢他 我还赌气地说 将来 我一定会很幸福 很幸福地给你们看 我不知道该找谁 不知道谁 谁能 帮我脱离这种生活 我真的是 但是没办法了 离婚我跟他提过很多次 他都不答应 说极了还会打我 他威胁我说 如果我跟他离婚了 就永远必想见到女儿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可以花钱 请到最好的律师 把狠狠的抚养权抢走 我没有收入 没有经济来源 法院是不会把孩子给我的 更 tetap 你 color不错 你拥大 想说 Playstation 我看你 子 你 要是一种 我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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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那把钱金钉呢 我那钱金钉 我往家里边吧 你怎么没把你自己也往到家里边呢 小李宾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点儿郎当 心不在焉的样子 谁还敢找你来修车呢 谁还敢把路上的安全和自己的性命 放到你的手里呢 你不错呀 这都开上X6了 我这个开X1的啊 算是顾不起你这样的大款了 你别心寒 这车不是我 那我不管你是偷来的还是跑来的 你只要开着它 你就必须把它整得完美无下 与世无双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 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就不允许有一辆 有瑕疵的包啊 什么逻辑 这喝多了 天后 工具包 上来 诶 说不是你给我要的前行顶吗 这么慢呢 你要来快点儿 我能被那货 我刚才给那货 一边拽 是吗 你没给了一个好热感啊 赶紧修车吧 你试着出个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对铁锁连环 我这边 爽爽啊 我觉得利用上班时间玩三国杀不好 真的不好 死了是不 不作不会死 赛哥 我觉得年轻人啊 你们这些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地痛 幸运 玩了 玩了 啊 汪组长 汪组长 有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 想跟您汇报一下 当做 当 建议不说话 就这儿 好 丁双双她早上利用上班时间玩三国杀 继续 今天早上我来到社里 发现丁双双在玩三国杀 而且把电脑声音开得非常地大 整个社里充斥着血腥和暴力 不堪入耳 我觉得这种情况 真的让我非常痛心 继续 完了 老王啊 作为老同志 关心年轻人成长这种迫切的心情 我是可以理解的 非常痛心 可是你上班还有两分钟呢 不 丁双双 老大 老大 我要的图呢 这不还有两分钟才上班吗 两你个头啊 我的表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 不是老大 丁双双啊 丁双双啊 我正要批评你们 你这是什么心态 你看许老师 特意把表跳快两分钟 这说明什么 说明无比的共度热情 和高度的自然心啊 你说是吧 许老师 许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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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怎么啊 跟你汇报个事 说 昨天晚上我看见老汪 在你办公室门口徘徊 进房的构机调架 大气泡 你们又要怕我电脑 我 误会 误会啊 许老师 停 别再叫我老师了 叫得我这语维文都要出来 完全出于尊敬 与年龄无魂 听说 你新的专开 已经送到编辑那儿去了 嗯 小心老婆 你们打算连编辑电脑 一块儿泡了呀 也好 我正要换稿子 换 换稿子了 许老师想得周到 想得周到 我们商量个事呗 但说无妨 能好好说话吗 清空系看多了 以后你再教我老师 我去教你教授 不敢当 不敢当 哎呀 学生才输 学钱 有事啊 大姐 我在楼上开策划会呢 电话不仅能打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说 哎 小叶子 你还记得你去年实习的 那个节目吗 记得啊 不是 我去年在三四个节目里面 打过交友 你说的是哪个 就是那个什么调节 然后双方互相护诉 哎 对了 我还帮你给他写个脚本呢 不不不等等等 我想想 哦 真情调节 我记得 怎么了 对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律师的嘉宾 哈喽 那是我们的金牌调节员 赵天方 赵达立士 出的好像嘛 我跟你说啊 他这个人犀利独盗 一身正气 简直就是律政界的 业界良心 还是一个转之王文武用 怎么了 徐子凌 你对他感兴趣 说什么呢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当然有啊 手机可以去微信邮箱 连加电机址我都有 发到我手机上吧 哎 不对 你要这个干嘛 你得告诉我 晚点再说 好 来 这位大姐 卡给你放这儿的啊 你倒进去 王才行啊 里边都是 给你租这种酒店公寓 主要是有厨房 平时你要外边东西吃腻了 你可以自己做 离婚这种事 法院判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 咱得做好打吃有站的准备 哎呦 这楼层不错 景观挺好的 你要是闹心的话 没事可以看看 还有你需要什么 你列个单呢 回头我买给你 租这么大的房子 得花你们不少钱吧 这是许子林付的钱 不想让你住得舒服点吗 哎 要不我开车 拉你回家 拿几件换洗衣裳 这不是刚买了两身吗 这哪儿够啊 你们女的 又不像我们这大老爷们 我之前跟我女朋友 去珠海玩 玩了三天两夜吧 她带了一大堆衣裳 我那吕青香都装不了 你跟许记者真般配 看着就让人羡慕 不是 不是 这 这是我 我们俩 还真不是一对 我说的是我前女友 拉倒了 那走吧 去你家拿医生去 我 我不想回那个家了 看见她 害怕 这孩子 我是你 我找你了 拉拉拉 丁双双 小丽姐姐 过来看一下这打印记 我不太会 我也不会的 看一下能死啊 不能 不能过来啊 看 看什么看啊 这 你老看我在什么 扎尔看 别别别别 你再提就更笑不好了 还别别别 去啊 看什么看啊 搞搞搞搞半天也搞不好 到底会不会啊 小练姐姐 我说了我不太会 你一定要我来的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什么叫不太会啊 你这人说话 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你们别动了胎气啊 要不咱们再跟社里申请一台 他们哪舍得呀 钱要留着喝酒唱歌养蜥蜴 没钱换打一戒 申请报告打着去多少回的 就是没动静 磨叽磨叽 多少好事都磨叽黄了 对 他们就是这么不靠谱 行 你们一个个的都欺负我 是不是 小心我告你们歧视孕妇 还有你 丁双手 我没有 我说你别吐了 就这东西不好 他们叫我 来了 那我站住 谁叫你 怎么了 干嘛呀 要死啊 要死也跟你一起死 你说谁能想到还有这样的家令暴力男 骂他是禽兽 那简直就是侮辱了禽兽 那怎么了 别人几千万的资产呢 豪门有风险嫁入虚谨慎 我说小白姐姐 不要只能想着认识什么富二代 这个基本不靠谱 别嘴 我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吧 我说的可是实话 越是白白见见越是斯文贝勒 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 你作为一个八卦记者 还要我来给你普及这种道理吗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的人 以后有了钱绝对不会变坏 是个例取决于个人品行 属于理性战胜感性的范畴 我每天上班就听那个胖子 叨叨叨叨叨叨叨个不停 你长得跟脱油一样就算了 还满脑袋酷 我告诉你 全世界男人死光了 我也不会多看你 你什么时候能学习你老大呀 多做点有用的事 说些有点营养的话 都是俗人 不要整天装清高不食人间烟火 以为嫁个富二代就是贵族了 未必 丁嫂嫂 老大 干吗呢 我们在学习你的专栏 是吗 学什么呢 对于这种衣冠禽兽家暴渣男 我们必须得群起而攻之 要让用媒体的力量口诛笔伐 让他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见而诛之 这是一个社会对于弱 对于弱者的 基本同情 是社会走向 走向和谐的重要表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也不处置啊 四个月了 天天这样 今天早上我还被他练过呢 丁嫂嫂 你要敢骑士运务 相信我揍你 没有 小姐 找人前面登记 报料就管 我既要找人也有爆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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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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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了 你们要干什么 小船 你们要干什么 站住 你干什么呢 是许子凌 是 我是 我就是 放手 还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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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们欢迎关 Birmingham 来 请不吝点赞 小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我们报警吧 你傻呀 等警察来了 这人都走了 你说她怎么知道是子凌给她曝光的呀 拜托 咱们官网上子凌姐的专栏多火呀 肯定是被人人肉出来 爱她失心了 这人看着文贼彬彬的 不像坏人 医院傻三年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什么意思 这咬人的狗不叫 那种人一看就是个狠主 你没看刚才社长都被吓妮了 他俩没事吧 他没事 他地下堂也这样 那丁爽爽呢 送医院精诊室去了 应该也没事 我太太在哪里 她要想让你知道 你自然会知道 以前我工作太忙了 对她照顾不周 现在我要补偿 准备把她接回去 接回去打她吗 你对文贼姐的家暴 就是照顾不周 说话要有分寸 你做事有分寸吗 这么多年了 你打了文贼姐多少次 她给了你多少次机会 你还要让她去打她吗 你还要回去继续挨打吗 宁钗十座庙不破一股婚 拆你们婚姻的不是我 是你 那好 换你们方式 请帮我帮 三十万 三十万 我现在就在帮忙 帮文贼姐找回 属于她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明天的干预 但是我今天想要 快乐 有吗